警方聲響徹雲霄打亂清早的寧靜 日本民眾一陣恐慌 因為鄰居又來亂 四號早上當地時間七點二十三分左右 北韓從慈江道向東發射一枚導彈 雖然射飛彈不是第一次 但這一次卻飛了四千五百公里 高度達到九百七十公里 時隔五年再度穿越日本上空 落入太平洋 軍方分析這是一枚IRBM 遠程彈道飛彈 掌握了威嚇的威嚇 合參與飛彈的飛彈 穆平林是 北韓一月 華盛十二雄試驗發射 軍団局 這次飛彈也 華盛十二雄試驗發射 導彈射程更長 發射時間更加頻繁 北韓烏雲警的挑釁行為 引發美日韓強烈譴責 最近的旅重的 彈道飛彈的發射 所謂的果斷回應可絕非只上彈兵 因為南韓國軍節首度曝光的灌物級導彈 傳出已經定名為玄武五行 二九公盾的彈頭射程達三百公里 換上青彈頭範圍更擴大到三千公里 南韓軍武能力極速提升 面對金正恩的文攻武嚇 看來也不打算退讓 三立新聞 Shamadol